第四堂课 我们为同学介绍logo 用cozor去执行 4-1 我们为同学做了案例的说明 4-2 我们为同学做 范例1的制作 以及它的一个操作技巧的解说 在4-3 我们范例2的制作 也相同的为同学介绍 如何使用cozor 去做我们要的一个logo 那在4-4这边呢 我们就使用了一个案例 DG Cloud的一个logo制作 来带同学去执行 把这个logo制作出来 下堂课 我们将会为同学 简单的说明延伸应用 我们在5-1 会为同学介绍 简单的企业试骗系统 5-2 基本系统 5-3 事物用品 5-4 周边的商品应用 中文字幕 李宗盛